レオ聊四季 天梯中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馬雅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普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者的文明是馬雅人 馬雅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工編單位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支援永續的效果是提升15% 如果你是吃野櫃、石頭、黃金 都可以採得更久一點 馬雅人他的打法主要是打老鷹 配上羽毛弓箭手 這是工兵單位 當然疾病也是很常見 馬雅的生侶是不太行的 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他還是要圍繞在工程器、大衝車、配老鷹 還有弓箭上 馬雅也是沒有火炮文明的 所以他要盡可能打出前期 不要讓後期的文明成型 是他的優勢 接下來來看一下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是 每減一個聖物 放到修道院裡 騎士跟列提斯的傷害都會加一點 立陶宛人每個城鎮中心也會給100肉 這個效果讓他開3TC的時候 不太容易斷春 甚至可以讓3TC運轉速度非常快 立陶宛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烈提斯 無視裝甲騎兵 或者是22攻的遊俠 不管怎麼說 立陶宛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20攻遊俠 比較偏向於打騎兵為主 但是他的步兵 槍兵的部分沒有3級攻 至少要注意一點 而且洛馬雖然有 義騎兵的部分 但是他並沒有3攻 所以傷害還會比 托蘭的弱馬傷還要低 所以立陶宛人後期打大弱馬 傷害是有點可惜的 但不管怎麼說 立陶宛人的文明打法還是蠻強勢的 後期也可以轉出火槍 還有塔盾 可以讓自己戰毛兵的遠防 高達10點 強弩怎麼射都是1滴 非常的耐射 而且封建斯帶一石 也可以用槍兵跟毛兵去給對手壓制 因為有移動速度加成的效果 所以更能克制對方的移動 或是會有一個主動權在 一個優勢在 前幾天的影片 也有看到立陶宛拿出這個特色 就讓這個毛兵跟槍兵的移動速度增加效果 直接拿到封建的勝利 可以讓他延續到城堡時代去撿生物的優勢在 所以立陶宛會比較注重在於前期的壓制 如果你前期沒有壓制好的話 這個生物就很難撿 那生物很難撿的話 那你立陶宛的烈提斯或是騎士 傷害就會非常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漲 那沒有意外的話 立陶宛的現在META 還是比較偏向於打快速封建 所以這邊可能會18P或19P 點一下封建時代的升級 然後趕快迅速補下第一個軍營 甚至立陶宛人也會打這個2棒棒開局 那以前比較常見 現在比較少 那為什麼現在比較少 是因為以前是增加150食物 開局的時候 那這個效果讓他不管打海戰 或是打封建快攻 都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以前也是蠻常看到立陶宛跟保加利亞 這個兩個文明 都開局勢必會打這個棒棒開局 那立陶宛近期看起來 比較偏向於走這個肉馬路線 棒棒反而偏少了一點點 那立陶宛這邊看到對手 瑪雅是打3棒棒開局 準備要來轉一個 裝甲步兵前壓 立陶宛這邊是直接爆打一波 血量路電纏拉走 換了一些血量這樣不錯 OK 再拉血度的過來 繼續打這樣 這就是職業選手的村民 跟我們的村民不太一樣 他們的村民傷害事物比較好 而且他都已經到面前 他也不怕 我就繼續吃果子 後面補下了一個馬舅 轉這個肉馬開局 這邊想要用一隻棒棒卡住村民逃跑的入境 但是沒有跑成功被收掉了一隻村民 這裡有點小虧 但還行喔 至少把對方的三棒棒前央給解掉了 不管怎麼說 這個時間點被收掉一村 對於經濟還是有點損傷的 而且麥亞這邊是24村民喔 點上這個城堡封建時代的 如果再多個一批或兩批的話 還有可能黑套城成功喔 但這裡沒有打算用黑套城 直接點了一級農跟一級伐木 準備轉手圍攻 開農 左邊這裡稍微圍一下 補一些房子 房子補的有點多喔 這兩隻肉馬三年級殺掉這隻村民 好 那家裡的部分繼續把正面圍死 後面這裡再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圍到底也行 那不管怎麼說 立陶宛這邊防守門面是要守住的 好 那這邊看到麥亞是直接圍了一個 摸字型的 摸字型圍法 好 突然發現這是MBL對上HART 兩位相愛相殺 每天都在天梯上面互相傷害 也不到每天阿 幾乎是每天阿 我有時候有空也會看一下MBL跟HART的直播 他們兩個遇到的機率實在是太高了 就以我的觀察 MBL跟HART應該是四季力國裡面職業選手等級裡 最常在天梯裡面打單挑的玩家 那其他直接選手可能會夾帶著打一些團戰阿 有單挑的頻率 其實沒有像他們兩位這麼長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錯覺 好 那這邊肉馬繼續繞 毛兵繼續往前壓 這邊立陶宛果然是打了一個大封劍 那現在封劍是帶有毛兵的移動速度的優勢 還沒有點下一級射 但瑪雅這裡也沒有補一級射 兩邊都是打一個小打小鬧 還補了一個輪軸技術 立陶宛打一個偏龍 一級射這時候才補下 這裡有可能打得進去 拉一個村民來修 兩個村民修一下房子 毛兵過來救一下 當然這邊拉了四村過來 準備要來插劍塔 四村插劍塔準備往前 後面也補了一個瞭望塔 下了一攻 之後馬上變成5加1 打一個超大封劍 那這邊是想要打一個 MBL升城堡時代的空窗戚 然後利用這強軍式 直接把對手給秒殺的一個想法 但對手的對應也是相當恰當 我們馬上補了一個劍塔 但是這根劍塔 是沒有補在這個墓區的位置 而是補在了黃金礦 他可能覺得這邊被打破了 要防守不太容易 直接往左邊開始繼續進攻 既然右邊打不進去 那我往左邊打 但是瑪雅這邊已經補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還補下了一級的步兵鎧甲 看起來是有意想要打 這個步兵 老鷹爆 那雖然瑪雅的老鷹呢 有這個白血老鷹 這黃金國老鷹 但是他並沒有辦法 像阿茲特克 產老鷹速度這麼快速 所以老鷹現在的生產速度 跟以前的版本來說 是相差甚遠 以前我記得只要18秒就可以產一隻 那現在瑪雅好像一隻要產 30秒還是26秒左右的時間 時間整整多了10秒 這樣量產速度非常慢 瑪雅即使有這麼多黃金 你們想一下喔 如果這是以前的版本 23分鐘 1000多塊黃金 全部產老鷹出來 大概會有三四十隻的老鷹 然後大約可以在27 28分鐘全部產出來 這個數量實在是有夠可怕 如果以現金的版本來說 這一些1000多塊黃金 全部產出老鷹來的話 反正要產到30分鐘 才可以把這個黃金全部消耗完 所以你還要再加後面的黃金 繼續產出來的需求 全力爆老鷹的情況 那這個打法也在是 大概四五年前吧 很常用的一個團戰打法 只要尋到老鷹過 大家就心裡 會稍微 預判 對方有可能會直接老鷹爆 all in一波 這招是非常容易打死人的 那現在這個情況是不太容易打死的 而且瑪雅這裡也沒有補下更多的軍銀 這裡有點尷尬 單軍銀出老鷹 產的非常慢 那阿茲特克呢 打這個老鷹爆還是最為適合 背景均勻有增加11%的工作效率 產的速度會更快一些 補了一個修道院 看來是想要撿生物 立陶宛這邊是老鷹爆時代 馬上補了一個修道院 開始拿來生物了 上面有看到一個生物 地圖開始探明 補下的東西是騎士 但前方這裡 落馬送光沒有控好 然後MBL爽吃7隻 刺猴 是7隻嗎 還有6隻 後方這隻村民能跑得掉嗎 目前村民差距是51村 對上45村 立陶宛這邊算落後村民 但是他有輪軸技術的優勢 實際上大概只差了一兩村而已 這邊騎士被包圍跑不掉 兩隻騎士直接被戳死 下方騎士也去走一個多線 這邊開始再送騎士 數量會有點危險 那這邊也沒有趕快去爆出大量的老鷹 而是稍微用經濟買賣 把這個資源換成城鎮中心 而不是歐鷹一波 好 鷹友士這邊升級上去 那這裡趕快再補一些生率 要趕快去招搶敵方騎士作為防守 這邊太狠了吧 4TC開農 MBL打得非常穩健 好 招翔 這個沒招到 哎呀 居然沒招到 有點可惜 好 立陶人這邊繼續把騎士往前補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七隻造所 那對方打這個老鷹的情況下 我個人認為轉奴炮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他這邊4TC開農 絕對是要打投石車砸他的這個 城鎮中心 那打老鷹的部分還是要靠騎士了 可以靠一下投石車預判一下位置 還行 所以投石車還是有可能會先出來 但一般打這個步兵情況下 老鷹其實打這個奴炮是蠻適合的 好 這邊稍微拿一下老鷹的血量 包房尤其是偷偷BD 來偷家了 這邊偷家能成功嗎 下面有圍 這邊有意識到還不錯 趕快拉生女過來解一下 那你的老頭往後拉 我前面的投石車就可以往前 這裡要預判嗎 沒有 直接把這個毛病全部砸掉 投石車先趕快往前 補下傷害 但突然意識到這裡也不太行 想要控一下右邊 但如果你控右邊的話 左邊石頭就沒人控 待會被瑪雅挖出一棟城堡 要繼續進攻就會有點困難 但沒有關係 目前哈特這邊是決定要來控黃金 瑪雅這邊則是繼續打老鷹的路線 那目前已經撿到了一個聖物 攻擊力是10加3 而且現在力頭還是2級攻 那我們的頻道一直有在講 這個近戰單位互打的情況 一定要優先點一下攻擊力 所以這裡並不是先優先升級防禦力 而是攻擊 因為最方便沒有轉弓箭手 如果是有弓箭手的話 是要優先升級防禦力的 打瑪雅這種近戰防禦力 有跟沒有一樣的文明 這個單位一定要先點攻擊力 對方也是近戰單位 傷害才是一切 力頭人減下了前程科技 讓這個招想難度上升了一小小點點 我是覺得前程有點跟沒有點一樣 但對於職業選手來說可能也蠻有感的 我覺得忠誠性真的是有感 但前程對於他們來說會有感 原因是因為他們很諸宗細節 他們那個細節有打好的話 多那個一個招想的時間點 可以讓他們的騎士數量大幅存活下來 甚至可以一次端掉對方的生旅數量 這邊就去搜村 再修城鎮中心 補下了一根城堡 挖出一根堡之後 補在了中間的農田位置 這邊拆掉城鎮中心的話 就可以去往左邊拆 這邊還可以繼續投死沒有問題的 這裡應該是拆得掉了 下方看要不要繼續往前進攻 往前進攻的話直接把農田斷掉 可能會更賺一些 但不確定要往那裡走 看完果然是要往下走了 這裡往下走 如果能把瑪雅的城鎮中心 這一片農田跟床金全部空下來 立陶宛會非常優勢 這裡有小部隊的老鷹 被騎士給抓到了 現在目前尚艾斯來到兩個聖物 這裡還有一個聖物好像沒有看到 但如果立陶宛拿到兩個聖物的話 就意味著自己已經有穩定的三攻了 而且在城堡時代就有三攻的優勢 所以騎士傷害非常高 10加4 這個只有立陶宛這個文明 可以在城堡時代 讓一般的騎士傷害來到 烈龍時代的三攻 那如果可以再拿到兩個聖物的話 攻擊就變成10加6 16攻的騎士 城堡時代 好那我們開頭有講到 納雅的僧侶是沒有475救贖思想 所以這樣投石車 怎麼用投石車進行反制 當然可以用大量老鷹 去嘗試解掉投石車 但是這裡有這麼多騎士護駕 很容易就被 騎士給吃掉所有的老鷹 讓自己陷入 非常劣勢的狀況 好這邊請騎兵過來 解掉一隻僧侶 第二隻有機會嗎 用村民稍微卡下位 細節細節 哇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森林 但是被石頭卡到 村民直接把 村民給 把這個森林給包圍住 MBL這邊細節操作 雖然沒有辦法躲到城堂中心裡 但是村民直接保護住了 老頭的安全 這個城堡差點被投掉嗎 騎士過來 投石車趕快砸一下後方的 村民 先砸老頭 這裡可能會損失非常多 右邊的投石車已經撤退 左邊這裡繼續開打 但投石車應該是撤不了 騎士上前保護一下投石器 投石器被砸了一發 最後投石器還是靠著老鷹給解掉 但老鷹也是全部死在騎士的刀下 後方的老鷹也在偷偷溜進去 騎殺了幾隻村民 老頭也被收掉 現在來到了三個聖物了 騎士的傷害現在非常高 才能到有15滴的傷害 太猛了 15滴 砍村民是不是只要三刀啊 15乘3 45 1 2 3 哇靠 騎士 平常是要砍四刀的 點一弓的話 這邊只要三刀 太無情了 立陶宛 好 帶瑪雅這邊轉出了 充電手 這邊稍微走位 投石車漲了一發 這邊大量的村民 直接水吃掉 兩隻村民也被砸了 OK 那這邊騎士只剩下大約8隻左右 投車反擊 再補一發 哇 這個交錯的投石傷害 終於打掉兩台投石車 但數量上來說還是偏劣勢 對方還有三台 而且自己有台殘血囉 這裡互換成功 上面這邊高打滴 回頭打一下 可以活下來 因為他是高地 剩一滴 羽毛間射手補一發 城堡最後蓋好 城堡收村 OK 搞定 這裡很多細節 馬上就有做到了 這個要講解這個東西 也是要有經驗喔 才可以馬上 把這個操作順序給講出來 玩久的玩家都知道怎麼操作了 好 這邊騎士直接收掉一些村民 但看到羽毛的弓箭手太多 全部撤退 現在二級馬卡還沒有好 所以被打的血量掉得很快 馬雅這裡補下了彈道學 也準備升到了帝王時代 但村民差距並沒有差距太多 現在馬雅是85村對上立陶宛3TC剛開農起來 81村的村民術 以強軍事 立陶宛這樣的強攻來說 這也不知道強軍事 就以強攻來說 立陶宛已經打得非常好 斷掉了馬雅的一個城鎮中心 還要把馬雅這個城堡 逼在這個家裡附近而已 那我覺得馬雅第三個城堡 最好是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偏前線又是高地 然後可以鎖住自己的金礦的部分 外面這個標榜塔 可能要找個機會出個衝車 拆掉會比較好 外面這個生物依舊沒有看到 立陶宛這邊看到羽毛尖射手 回頭打個幾刀 太慘了 現在還有一個生物還沒有撿到 立陶宛並沒有發現 這根生物在自己家裡的上方 那這個時間點 就差不多可以用老頭去到處找一下 這個生物到底在哪裡 好 馬雅這裡補下了護衛技術 哇 結果城堡補在比較保守的位置喔 那他補這個位置是害怕補這個地方蓋不起來 所以決定補在拼後方 這樣就有一點危險喔 如果立陶宛把城堡補在這裡 這邊就可以居高靈一下 用巨鏡頭司機高處拆除平地的城堡 但是沒有關係 馬雅這邊有生時代的優勢 而且黃金可以採更久 採到43分鐘 家裡的主金才剛被採完而已 好 補下了補指環 增加一下攻擊速度 好 重要科技趕快補 三級射 還有化學精銳升級完 羽毛劍射手基本上就升級完了 弓兵鎧甲可升可不升喔 我是覺得 對上立陶宛這個文明喔 弓兵鎧甲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攻擊力先提升 比較好一點 還有這個槍兵喔 槍兵你趕快再升出來 轉出來槍兵是最重要的 唉唷 我轉槍兵喔 好 這邊18隻羽毛劍射手 嘟嘟拉打 走走 那弓兵鎧甲到底什麼時候要點喔 主要是對上對方的弓兵史喔 例如伊索比亞啊 或者是打這個 周波連弩啊 就是一般的弓兵果 都可以先點這個弓兵鎧甲 只要對方是騎兵果 攻擊力提升上去之後 馬上展出槍兵啦 更為重要 那如果對方是步兵果的話 那你就更不用擔心了 因為羽毛劍勝手 你只要攻擊力升完喔 基本上他打步兵也是行的 因為他對步兵有加2點傷害 打哥的位隊也是加2點喔 所以並不會太差 只要稍微拉打的話 羽毛劍射手也是能打得贏哥的 當然你後期也可以轉身 轉出這個雙手劍兵 跟對方互砍 步兵也是可以的 千萬不能用老鷹喔 去打這個 對方的 步兵 現在羽毛劍射手是 打不贏步兵單位的 劍兵勇士才對 應該這樣講比較正確 好這邊騎士數量來到了25隻 正面的部分沒有再去出工程器 下方這根劍塔沒有拔除 但是聖物的部分好像拿到了4聖物了 現在傷害來到10加6 好現在是瑪雅的優勢期 現在這個時間點對他來說是非常優的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重裝騎士的升級 好這裡似乎要上了 不等重裝騎士 等三級馬卡也好了 然後卡在這個馬鳩的位置 直接貼了進去包夾起來 羽毛劍射手 感覺進入一個死胡同 哇 MBL這邊走到這個位置是想要逼對手 去包這一坨公兵 然後也想要讓他拆除更多的馬鳩 去解掉這一坨公兵 但他只是解除掉了一個馬鳩而已 好羽毛劍射手這邊沒有等到金瑞就損失所有的數量相當可惜 雖然金瑞也不會增加攻擊力 也是9點傷害而已 那遠方還會增加一些血量65滴 增加45滴也是蠻多的 可以多扛個一刀 好羽毛劍射手升級上去 體質來到65滴血 攻擊力5加4遠方再加一點 遠方5加嗎好像沒有 好 但這邊弓箭手抓到村民是非常賺的喔 而且這邊羽毛劍射手 基本上可以當成馬弓來看待了 好這邊重裝騎士剛好升級好 也到了敵方農田 體質來到了144滴血的血量 傷害來到12加6 18點的傷害 那這個重裝騎士跟遊俠傷害一模一樣 但血量上比遊俠少了4滴血 防禦力也少了一點一點 哇這一波砍進去 MBL村民掉到只剩96隻了 那立陶蘭嘉莉也是被射個一波 村民數只剩107吋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這裡還是偷點了幾隻 好羽毛劍射手趕快去補一下 剛剛數量太少了 通常要打到遊俠谷 至少要40隻以上的這個羽毛劍射手 會比較安定一點 30或40 只有20隻的話可能還是不太夠 而且一定要配槍兵喔 存出弓箭手的話很難打得引遊俠谷 所以弓箭鎧 通常是不會這麼早補的 趕快把這個黃金投資在槍兵上 會更好一點 好那這邊遊俠應該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先鎮出來 好NBL 這一波壓制 只帶兵沒帶工程器 畢竟現在帶工程器也很難打 那這邊到底要打什麼工程器比較好 我會比較推薦直接打大行動車 大衝車去吸引對方騎士吸引力 然後再出一些槍兵守護這些衝車 進行給對方大量的壓力 因為巨型投資機的話實在太容易被對方衝鋒成功 除非也可以在前線蓋一棟城堡 那現在瑪雅這邊的石頭量 全部都把城堡補在家裡了 要往前補也很困難 好這邊攻兵一個高打第一 打這個騎士傷害並不是非常明顯 哇 可能還是要死一堆村民 哇 剩83村 好 當然NBL 並沒有 就此罷休 你逼低我 我也逼低你 好 這邊看到修道院先戳修道院這裡的血量 看可不可以把生物打出來 如果能把生物打出來的話 這邊攻擊力就可以降低4點 其實差距是很大 但立陶宛這邊是在等遊俠升級 想要等完升級之後再往前包掉這一坨工兵跟槍兵 所以並沒有第一時間往前 但這邊在跟時間賽跑 最先的羽毛劍射手 可以搭配這個黑曜石科技 但現在黑曜石已經沒有了 打這個建築物傷害非常高 唉唷 但遊俠這時候已經升級好 攻擊力14加6的遊俠 血量180滴血 攻擊力20滴 先包掉這一坨級兵 再去建築後方的羽毛劍射手 瑪雅這時候開始升級了 攻兵 鎧甲 B團也補上了陣寶兵 這裡躲了一個小洞 在這個洞可以讓遊俠的攻擊面積 減到最低 只有兩三隻遊俠可以進行攻擊 但是繞到後面就不一定了 唉唷還好這裡馬上躲了一個工兵鎧甲 要多砍個一刀了 十攻太痛了 好像有升跟沒升一樣 OK這一波就是慢慢砍 唉唷這個後面的遊俠啊 砍不到嗎 有點稍微被夾住 前方也是卡住了 沒有在攻擊 剩下少量的數量 但是現在遊俠也是跑到NBL家裡 到處亂砍 遊俠跟槍兵 羽毛劍射手 兩邊都在互相開戰 哇這一波遊俠已經擊殺了17隻的村民了 NBL的村民只剩下17了 高手的後家時代是太厲害了 除了包這堵兵之外 也在包對方的村民 這邊偷偷出來挖木頭 不知道會不會抓到 如果被抓到就沒了 前方這邊幾點也沒有射好 槍兵也是被收光 正在NBL家裡經濟太慘 這時候才補下輪軸技術 連二級農二級木都沒有 難怪你這麼窮啊 NBL NBL這一波 軍事打得太認真了 完全忘記自己有經濟科技的存在 好難受 好 好 30隻供電手 30隻要怎麼打遊俠 人家遊俠數量跟你的供電手數量差不多欸 他說什麼 什麼WTF NBL笑得很開心 這些高手們他們的感情都很好 平常都在互相打水炮 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打得死水炮 好這邊立陶宛點一下塔盾 塔盾點完之後呢 遠房會再多加4點 還是2點 2點才對不是4點 想說4點太多了 OK 果然升級上去是加2點 呃 還有一個3級的工兵鎧甲 最終的遠房喔 可以高達10點 呃 瑪雅這邊光出羽毛劍射手跟槍兵的話 立陶宛只要用自己的 載毛兵就能打得贏了 結果最後這邊 這兩隻羽毛劍射手沒有把遊俠給解掉 好 NBL再用了這一坨羽毛劍射手去拖延時間 想要讓立陶宛沒有辦法再一次集結 但是這裡已經轉出了戰毛兵 哇 慢慢慢慢丟 好NBL終於受不了 打出了GG 這裡又再次被逼滴了一次 最後出了117隻的遊俠 跟192隻的羽毛劍射手 好我們來看看統計資料 統計資料是經濟啊 立陶宛來到了71000 引了快要13000左右的資源 軍事方面則是拿到1.84的KD值 哇這KD也是跟鬼一樣 非常兇狠 那瑪雅對上瑪果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因為他不像阿茲特克 可以用森羽優勢去進行反制騎士 那要自己打贏騎士的方法 只能用槍兵跟森羽 但森羽的科技又不是那麼的完整 所以瑪雅打起來會非常難受的原因 就是差別在這個老頭 那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軍事效率呢 這個軍運的工作效率也沒有比阿茲還要強 所以瑪雅遇到瑪果 基本上一定要在城堡時代出席 或是在城堡時代 就把對方給打出經濟差距來 才有可能勝利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